因為對體育很有熱誠 自然對體育記者都會很喜歡 很熱愛 怎樣知道有香港創馬會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呢 就是因為我排球City排球隊的警察發了郵件 說有這個計劃 給一些對體育或對全力有興趣的人參加 語文能力我覺得自己是 入行之前我覺得自己是其差的 是中文、英文都不好的東西 沒有上過這個課的話 我相信我連寫一份新聞稿都不會認識 我想我被人優勝的是我 對體育或對工作的態度會認真 現在年輕人可能有一點自信爆棚 可能未必會聽別人的意見 我覺得Steve Jobs有一句說話說得很好 就是Stay hungry, stay foolish 你覺得自己永遠都不足夠的時候 你就會不斷追求自己的進步 前輩說的一句說話 你在水裡撐船 你有多用力呢 按照上面的人是會看到的 就是因為他這句說話 我很深刻印象到現在還記得 你付出過多少 不要覺得別人看不到 別人是會看到的 在水裡撐船 你會看到的 在水裡撐船 你會看到的 你會看到的